大家早安 好的,谢谢你,大家早安 在我的接下来 这三天的课里面 我要你们是 能够打开camera的 因为我要 看着你们到底是有没有上课 全程是开着camera 所以在上课之前 我需要你们准备好你们的作业 还有文具跟水瓶 那是什么作业 科学作业,这个星期我们上科学 所以昨天我已经讲了 为什么我们要学科学 还有接下来的这三堂课 很重要 因为我会跟你们讲解 你们这一个 你们要学的是在 考卷里面的paper 2 OK,事卷2里面 如果这一些 这个三天你们所学的东西都会的话 其实paper 2 那一个40分 可以直接得到40分 完全的 那个整个世界score的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先讲这个三个 科学技能 第一个是变数 然后关系 还有目的 所以他们的那一个 时间里面 他们会教你去写出来 这个实验里面的变数是什么 或者是叫你写出来这一个 实验里面的 关系 还有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变数 在你们的作业里面 page c 所以什么是变数 在那一个题目里面 他可以教你写变数 又或者是他的题目会 教你写必须记录的事项 又或者是他会写收集的资料 所以只要你看到这个三个 三个字 就是代表说他要你去写这一个变数的意思 ok 所以你们可以 记下来 或者是写下来 ok 到底什么是变数 我们有三种的变数 有三种 第一个是固定性变数 第二个是超重性变数 还有第三个是反应性变数 一个实验里面一定会有这个三种变数的 老师我需要超一些 超这一面吗 不需要超吧 你的那一个作业里面有了的 你看一看 ok 所以会有这个三个一定会有的 所以我们就是要去 从那一个实验里面去找出来 到底这个实验的固定性是什么 操纵性是什么 还有反应性是什么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 固定性的话 我需要你们的highlighter ok highlight起来什么是固定性 就是讲说它是 实验前 实验前必须保持不变的事项 实验前必须保持不变的事项 就是叫做固定 ok 为什么要固定它呢 如果 它没有固定下来的话 我们将无法获得 准确的实验结果 Chloe 有highlight吗 ok 这个很 老师 那个这样的时间表 不是讲 今天是用 YouTube的吗 没有啊 你觉得我还有send我 今天是zoom吗 老师老师 那个不是昨天的吗 不是 我刚刚看时间表那边是YouTube的我 那之前都是这样吗 ok没有关系 总之这个星期的星期一和星期五是YouTube 然后星期二到星期四是zoom 然后星期二到星期四是zoom 老师 嗯 老师 所以讲话 它这个是第几位的 这个是C的那一面的 这个是C的那一面的 有找到吗 前面第几 前面 前面四面 第四面 你看下面那个 纸张下面会有一个C ok 所以你会看到有分 这个有很长的 所以我们看第一个是固定性变数 所以我们看第一个是固定性变数 然后你就highlight里面的那个字 其他 现在同学可以吗 可以 ok 都跟得上 所以这个固定性变数很重要 有 看不到 哪一个 那个什么变数的那个 你看到这个 这个 这一堆字在你的作业里面吗 嗯 嗯 然后你先highlight 然后我现在再解释这什么是固定性变数 有 有几题的 1.1 1.1 有吗 有啊 ok 固定性变数 它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在 这个实验进行的之前 你没有把它固定下来 你没有把它 aligned 下来的话 你借它会影响到你 接下来你要得到的那个实验的结果 它会影响的 所以这个是必须要固定 就讲说在这个实验里面 我不要去知道它怎样变化的 这个是固定性变速 它可以是水的体积 回形针的数量 海绵的大小 等等 磁节的种类 所以它的关键字 关键字的意思就讲说 它在那一个题目里面 它会讲到 它们用相同的海绵 用一样的磁铁 用同样的水的体积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三个关键字 我们就知道它这个东西就是固定性变速 OK 这个要抄嘛 抄 抄下来 那个关键词的 对 在它的旁边 所以题目里面你们看到这个三个字 你们就知道它这个东西是固定性变速来的 然后等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些例子 你们就知道了 OK 然后这个我写说把形容词放在后面的意思是 这一个形容词 我们都会讲什么 的 体积 什么的 大小 这个就是形容词 在把范后面 这个固定性变速有什么问题吗 不明白的 有人不明白的吗 可以举个手 没有 没有哈 没有的话我就继续 第二个变速 就是超重心变速 OK 所以这一边你们要 highlight的是必须改变 的东西 就是叫做超重心变速 我们是故意去改变它的 故意去用不同的东西来做的 然后为什么我们要用不同东西来做 因为我们要看一看 另一个变速的改变 至于它的这个超重心变速 就是它的关键词就是不同 不一样或者是不相同 下一个最后一个的变速 我们叫做反应性变速 所以就是讲说它会改变什么东西 就是讲 它就是我们的实验的结果 所以这个你们要 highlight OK 它会受刚才那个超重心变速的影响 所以如果我们换了那个超重心变速的话 我们的反应性变速也会换 OK 所以它的关键词是实验后 然后观察的情况 的变化 OK好了没有 老师我没有闻啊 你的知识也太大咯 OK这样我继续 所以刚才我有提到这一个变速呢 它就是我们 它也可以用事项来提问 它也可以用 它教你写资料 OK所以变速也等于事项也等于资料咯 OK所以呢 我们还有一个去找变速的方式 就是讲说如果题目里面它有图表的话 这个这些table就是图表 如果它的图表是上面跟下面的话 我们就知道上面是超重心变速 下面是反应性变速 所以我们会有背这个东西叫做上超下反 左超右反 横超直反 OK 它的意思就是讲说如果它的这一个图表是分上下的话 上下有写字的话 我们都试用 上面是超重心 下面是反应性 然后如果是左右的话 左边是超重心 右边是反应性 所以我们就是直接拿这个上面的直接用它这个字罢了 就很容易 然后如果是这样有图画的话 我们就是这一个 这个横是超中心 然后直是反应性 横超直反 所以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一类的题目的话 代表说 这一题是很容易得分的 因为它的这一个 变速就是直接 告诉你了 你要超整个下来 OK 超整个 不可以少任何的字 然后这个单位就不需要写 如果还在你写变速的话 OK 这边到这边明白吗 有谁明白的 我们的那个是没有 OK 这个是你们可以记下来的 这个其实是在这边会有的 反应性的话是在下方跟右边 OK 然后 超中心是上面跟左边 所以就是我们所 讲的这一个咯 上超下反 左超右反 横超直反 OK 所以这个变速我已经介绍完了 我们来看一个 video 要做实验 超中心变速是一直在改变的 你有看到它一开始是跟固定性变速是一样 对不对 所以它过后反应性变速的那个 阿凡老师就讲说要换一个东西 所以它就马上可以换了 超中心变速哦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OK 音韵可以吗 语伦 都明白哈 明白的话 接下来我们把那一个level 调高 如果你已经知道什么是变速了 变速可以用在哪里 还可以用在我们的关系 它会问你 请写出 这个实验里面的 关系 所以什么是关系 你们的page d OK 关系的话呢 就是讲说我们会把改变的事项 就是我们的超中心变速 跟观察的事项 反应性变速 它的关系就是讲说就是它的假设 所以我们也是可以用 除了是叫做关系以外 我们也可以叫做它是假设 所以你在回答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先找出它的 操纵性变速跟反应性变速 是什么东西 只要你能够找出来的话 你的接下来的这个关系 还有接下来的那个目的 就没有问题了 OK 关系的话 我们最重要的是 把它写成 月月 它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讲说 第一个我们是写 操纵性越怎样 然后反应性就越怎么样 就比方说 如果我的这个实验 它的操纵性变速是 材料的吸水性 它的反应性是 烧杯里剩余的水的体积 所以我就要写 所以我就要写 数量 数量 什么什么的数量 OK 然后什么的时间 然后什么体积 跟什么距离 所以如果你用到数量的话 你就要讲越多 还是越少 如果你是讲到它的时间的话 就是越长 还是越短 OK 如果你讲到是体积的话 就是可以用越大 还是越小 或者是越多 或者是越少 然后距离的话 越远越近 越长 或者是越短 OK 所以这一个 这一个东西 你们不需要把它 抄下来 你们吃什么 OK 明白 记得就好了 就比方说 这一个 如果我用到数量的话 OK 我的形容词 就是越多越少 越多人 越少人 OK 人的数量 如果我讲分量的话 这一个 食物的分量 我就是用越多咯 越多食物 越少食物 然后容量 讲到水的话 就是用越多越少 体积 越大越小 然后面积的话 也是一样 越大越小 然后质量 关于我们的那个 层和幅的质量 就是越大 或者是越小 重量是越轻越重 然后毒素是 好像我们的那个 温度计的毒素 就是越高 或者是越低 距离刚才讲的 越远越近 高度是越高越低 长度 越长越短 OK 水位越高越低 厚度 越厚越薄 然后气温 温度是高 或者是低的 所以毒素 也是一样 用高和低 OK 气候 冷还是热 时间 长或者是短 YES 可以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Scrinshot 可以 OK 如果讲到年份的话 就是增加 减少月份的话 就讲说 如果你要看 一年过后 它的变化是什么 我们就讲说 它的年份越增加 或者是年份越减少 如果我讲到是 年份跟人的高度的话 我就可以讲说 年份越增加 然后人的高度越高 这样的意思 OK 然后月份 也是增加减少 再来这个呼吸率 呼吸 呼吸率 我们当我们用到 率的时候 就是 越高越低 活动率 越高越低 然后情况 植物的情况 就是 讲它很茂盛啊 还是很矮小 竞争 激烈还是不激烈 的竞争 OK 摩擦力 越大越小 平面 然后 粗还是滑 浮力 大还是小 可以透光率 越强越弱 然后电啊 持这些关系到力的 我们都是可以用强 或者是弱的 然后速度是快 还是慢 力度 大还是小 你越大力 还是越小力 亮度 亮还是安 然后 清晰度 越高 还是越低 这个跟我们的那个 近视度是一样的 你的度数是很高 还是很低 OK 吸水力 强还是弱 然后这个酸性 还是减性 越强 还是越弱 蒸发是快 还是慢的 然后 深水力 越强 还是越弱 轨道 它越大 还是越小 它绕着 绕着那个太阳 越大 还是越小 指数 高 还是低 程度 严重 还是轻微 平稳性 就是到你们接下来 科学最后 最后几课 所学的平稳性 它越稳 还是越不稳 OK 这边可以吗 关系 然后给你们一个例子看 所以这边它有一个例子 就比方说明慧 它进行了一项实验 OK 它做一个实验 它把这个PQR三个 老师 嗯哼 老师刚刚上面呢 还有一点点 还没有 Screenshot 上面这个 下面呢 这个 OK OK 好了吗 还有谁还来不及 Screenshot的 回了没有 好了咯 OK 这样我继续啊 所以这一个三个容器 它分别养了一只扎门 OK 并放进相同分量的水 还有不同数量的叶子 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 这个就是它的实验 所以它有给这个图表 所以当它有给这个图表的时候 就是 这就是你得分的时候 就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它会给你这些很多的字 这一些就有可能是你的变数 这边你看到有三个东西 对吗 刚才我讲了 讲的是上超下反 左超右反 横超直反 所以这一边是上下的 上跟下的 OK 所以这边有三个 到底是哪一个是我的变数 所以我看一下 这个其实它的容量 并不是一种变数 OK 它只是告诉你有这个三个容量 但它不是 不是我们的变数 所以这个两个才是我们的变数 所以这个上面跟下面 上面是超中心 下面是反应性 所以我就是如果它问你变数的话 你就是直接写这个整个东西下来 叶子的数量跟炸门存活的时间 OK 所以你能够定它的变数的时候 你就能够做关系 所以你看到 它的这个数量越少的话 它的存活的时间就越短 然后它的数量越多 它的存活的时间就越长 所以这一边我可以做的那一个 假设或者是关系就是 超中心 刚才我讲的那个关系要用越越的 所以超中心越多 然后反应性就越怎样 这边可以明白吗 所以如果你是写 叶子的数量越少 他们存活的时间就越短 也是可以的 这边可以吗 关系这边 明白 有谁不明白的吗 没有 可恩 OK 俊阳 OK 可以明白吗 那钱 可以哈 只好有问题要问吗 没有 OK 育恒 可以明白吗 可以哈 这个很重要啊 可以 OK 所以可以的话 代表你们的关系 OK 这个部分没有问题 如果你的变速你能够找到的话 其实你接下来的东西就是很快就能够知道怎么做了 所以关系它的重点 它的关键词就是那个越越 OK OK 所以到了目的的话 目的是为什么你要进行这个实验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找出什么东西 所以到了这个我们的 Page 1 OK 目的的话 我的screen hang掉 我的screen hang掉 我的screen OK 好的 你就再跟上来 OK 所以这个目的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进行这个目的 是什么 我们 想要得到的答案是什么 所以它的目的是 为了找出这一个和这一个之间的结果 所以我们的关键词就是为了研究 操纵性和反应性之间的关系 只要它问你目的的话 你都要写这个东西下来 所以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你找到变数的话 你的关系和目的就不是问题了 因为你只要背的东西就是 你要写 为了研究 为了探讨 刚才的那一个 OK 页子的数量和 在我们存活的时间之间的关系 就是这样而已 到这边谁不明白的吗 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例子 这一个是它的题目 它讲说 小燕把三颗凤鲜花的幼苗 种在沙土壤土和黏土里面 OK 它就讲说下图显示 幼苗在一个星期后的小时 情况 Yes 我说还有两颗还来 因为还没有好 OK 好的 这样我们 OK 这样我就继续 刚才我讲到那个目的 所以目的的话 你们要记的东西 就是这一个字 这一个字 哎呀 OK 为了研究什么和什么 之间的关系 所以只要它问你目的的话 你就是要写这些字出来不了 然后只是要换的是这一个操纵性跟反应性 是跟着那个 实验写的操纵性和反应性 OK 刚才我讲到这一个例子 它讲说 它给你看到它在沙土壤土和黏土 种了这一个幼苗 一个星期后 它的生长情况 有谁可以告诉我 这一个实验的操纵性变数是什么 有改变 哪一个 刚才我有讲过 那一个 刚才我有提过 变数一定要有这个什么东西的什么 所以它的操纵性变数是什么 不是 操纵性是要看它不一样的东西 有什么东西是不一样的 OK Kellie 你讲操纵性变数是什么 所以我要怎么讲 我不可以讲不一样这个字 这个字只是我们的关键词 它帮我们去找到操纵性是什么 谁讲的 老师我要 OK Chloe 就是那个沙土的 它有改变 OK 所以它的变数是什么呢 土壤的种类 来 军阳 土壤的种类 土壤的种类 OK 还有别的答案吗 还有谁有别的答案吗 没有 叶子的种类 是 叶子的种类 OK 嗯哼 还叶子数量不一样 叶子的数量不一样 没有啊 我要操纵性 不是要反应性 就是讲说在实验之前 我就要 我就要去安排不一样的东西的 所以你可以从那一个 OK 那一个题目里面 看到这个三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然后刚才我讲的那个反应性 反应性 它的关键词是 再回去看啊 它的关键词是 实验后 观察 的情况 的变化 OK 你就看回那个题目里面有没有这些字 所以 回去 刚才的那一个 它有讲到 情况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的反应性 所以我的操纵性 刚才俊阳讲对了 就是 什么 土 土壤的什么 对 土壤的种类 它的种类不一样 OK 这个就是我的操纵性变数 然后我的反应性变数就是 一个星期后 幼苗的生长情况 所以 我知道这个是操纵性 这个是反应性 我就可以做我的关系 或者是 假设 OK 然后我也可以做我的目的 目的就是 它讲说 写出这一个进行的目的 所以我就要写 为了研究 这个是我的 操纵性 和 反应性 之间的关系 我就是照操下来罢了 可以吗 OK 可以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个video先 从那个video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那个 假设反应 假设 目的跟 变数是什么 一个一个来你先 一个一个举手先 然后一个一个问 每一个人都可以 回来 可以离当先 他准备四个 而不是三个 是因为 他本来要用的三个 就是拿来做实验 然后最后的 第四个 是来 比较来 看看实验的结果 看 他 有放进水里面了 跟 真正 没有放进水里面了 有什么差别 OK 好的 还有谁有 不一样的答案 可以分享的 来 来呢 因为有其中一个 还要看一个 original的 白 还有 那些水里面 糖 跟 盐里面的 那些 白 有什么不一样 对 OK 很好 谢谢你 所以 我相信 你们的答案 应该是跟 他们两个 都是一样的 OK 所以我们准备四个 我们通常做实验 我们都会有一个是original 我们要保持 因为我们要拿来做比较的 然后 接下来 再问你们一个问题 请问他的固定性变数是什么 我选 一个人 来 银贤 请问他的固定性变数是什么 什么东西是要保持固定的 要不然他会影响整个那个实验的结果 知道吗 你知道吗 不知道没有关系 来 Iva 我要固定性变数 观察 变数要什么的 什么东西 你们认为 是什么 OK 没有关系 来 还有谁知道吗 君养知道吗 老师我会 来 Kaley 老师我去上次说一下 是sebensian OK 好的 将他的水的种类 还有gummy bear的种类 他原本都没有变 他水的 水的种类 gummy bear的种类 OK 对 gummy bear的种类 还有吗 语伦 知道吗 什么东西是不可以改变的 就是一个 一个家 一个家 家是house还是什么 就是 比如可能 一个东西 然后它不能变了 它一直在那边的 对 所以我 所以我闻的是 这一个实验的固定性变数是什么 还有 还有 人知道吗 子萱 有子萱 就是好像要 放进那个阿温 煮一分钟 为什么要煮一分钟 你知道吗 给它烧 然后放 让它的水变热 让它的水变热 所以它才能够 渗透进去里面 OK 所以它们每一个都是要 水 这个我们就可以讲水的温度 对吗 OK 很好 它这是第二个固定性变数 它才第一个是 Kaley讲的那一个 gummy bear的种类 第二个是水的温度 每一个都要去加热它 还有吗 子萱 你还有 第三个 我要拿那些盐 那些 一汤匙 搅 然后再放一笔 两汤匙 这样来搅 我要搅到它 搅到它 这样子 还没有那些 很好 一定要把它搅 让它溶解完 那个盐 跟糖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一个实验里面 它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固定性变数 因为这些不一样的变 不一样的变数 可能会影响到你最后的结果 所以我们就要固定 你想一想 如果 我们有固定水的体积 水的温度的话 一个是用冷水 一个用普通的水 一个用热水 它们可能做出来的 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 OK 然后如果我用不一样的gummy bear 对吗 有一些可能是用 可能它们 因为gummy bear 它们的那个厂家 做的那个东西 所以我们要用回 一模一样的厂家的 从来是一样的 那个package里面的 那个 那一包里面 OK 所以这个是固定性变数 再来 超重心 超重心啊 gummy bear的长度 gummy bear的长度 no 我们要改变了 我们整 我们在做这不一样的东西 什么东西 gummy bear的长度 no 那是什么厂家的 超重心 我们故意 我们故意 想不到 我们故意弄不一样的东西出来的 是什么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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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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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叫什么 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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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是不是那个水 一个是 普通的水 一个是糖水 一个是盐水 嗯哼 所以我们叫什么 我们要把它变去 变数的话 我们要讲什么 水的 水的种类 yes 水的种类 OK 不一样的水 水叫做水的种类 它可以是盐水 糖水 跟普通的水 很好 这个是我们的超中性变数 这样反应性 我们要去测量 要去 那个gummy bear的长度 OK gummy bear的长度 对 很好 然后还有 变数 它变数了 OK 我们也可以用 那个gummy bear 实验后gummy bear的情况 因为有 你们讲到那个变色吗 对吗 还有它的长度 我们可以讲它的情况 所以这一个 都是我们的变数 这样我到 如果我要讲 实验的目的的话 我要怎样讲 我选一个人告诉我 盈云 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看 它们放进去 然后目的 目的要有那个关键字的 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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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 研究 这个gummy bear 为了研究 要先 操纵性 刚才我们 操纵性是什么 gummy bear的情况 看那个gummy bear的情况 不要 跟着我啊 刚才我的操纵性 必须感觉 那是这样 刚才我讲了 我的那个操纵性 变数是什么 东西 gummy bear的情况 所以讲gummy bear的情况 操纵性 操纵性 我要control的 不一样的 我操纵性 它水里面有放盐 水的种类 水的种类 所以为了研究 什么 水的种类 为了研究 为了研究 水的种类 反应镜变数 是什么 营运 刚才我讲的 那个反应镜是什么 gummy bear的 gummy bear的强度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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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重复一次啊 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实验 有三个变数 一开始我们讲 有三个变数 固定性变数 就是要fix的 从头到尾 都是要一样的 然后操纵性变数 就是我们 故意去改变的 我们要去test 不一样的东西的 然后最后一个是 反应性变数 就是我们要去测量 要去观察的东西 OK 影韵 OK 固定性呢 刚才我们讲到有几个 第一个是 那一个gummy bear的种类 第二个是水的温度 这是我们要fix下来的 从头到尾都要用 一样的东西的 接下来第二个 操纵性变数 我们故意去改变的 故意用不一样的东西 来做的 就是水的种类 OK 我们用 糖水 用盐水 用普通的水 这是我们故意去做的 所以这一个水的种类 就是我们的操纵性变数 可以吗 影韵 那钱 可以吗 Eva 可以 可以 然后再来反应性变数 是我们看它给我们什么反应 测量 就是用来测量 我们要测量 我们要观察的东西 就是 那一个实验后 gummy bear的情况 或者是它的长度 也是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反应性变数 所以到了那一个 它要问你目的的时候 你就要写 你就要写 为了研究 水的种类 反应 操纵性变数 和 实验后gummy bear的情况 之间的反应 哦 可以明白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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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到gummy bear的整首歌 我没有教你们唱gummy bear的歌 OK Google 是 Shoppy Face 有啦 印象 OK 所以我直接写在这边 刚才我们的那个gummy bear的那个 实验 哇 神奇的是没有 OK 这个不会加分的哈 第一个 固定性变数 固定性变数 刚才我讲一定要固定的 刚才是一个是水的温度 OK 它都是去 microwave去弄热 它的 还有第二个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gummy bear的 的种类 的种类 OK 然后 变数有三个 第一个是固定性 第二个是操纵性 操纵性就是我们control的 我们操纵的 我们要control的东西 我们故意弄不一样的东西 的东西就是 水的种类 我们故意用三种不同的水 一个是糖水 盐水 跟普通的水 然后第三 反应性 反应性就是我们去 实验过后 我们去测量的东西 OK 等一下 OK 所以它的反应性是 你也可以写实验后 gummy bear的 情况 OK 所以 如果我问你 目的的话 我就是要去 我就是要写 这个 和 我就要写 这一个 跟这一个 但是这些 全部要查 不需要 你们要明白就可以了 重点是你们要明白 OK 所以 如果问目的的话 我就是要写 这一个 为了研究 为了探讨 水的种类 和 实验后 gummy bear的情况 之间的关系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 可以明白吗 所以只要这个 实验你知道它的 操纵性跟反应性的话 你的目的就不是问题了 因为 因为这一个是要背的 一模一样的东西来的 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 只要它问你目的 这个就是它的 format 你要换的是中间的 这个操纵性跟反应性 可以明白吗 每一个人 点点头 还是给我一些reaction 明白 OK 所以记得记得 如果它问你目的的话 你只是要去背 这些字出来罢了 为了研究 什么东西 和什么东西 之间的关系 就这样 然后这一个 操纵性的反应性 就是看那个 实验里面的 操纵性是什么 反应性是什么 OK 来我们看第一个 挑战题 这一个题目 它讲说 在面积不同的地板 铺上大小相同的地砖 然后以研究地板的 面积与地砖的 使用量之间的关系 所以 我问一下 我找一些人 于恒 来告诉我 这一个的固定性变数 是什么 这一个实验的 固定性变数 是什么 于恒 刚才我讲的固定性变数 还有一些 keyword的 关键词的 固定性是 什么关键词 我们等一等 预恒 相同 一样 同样 对 所以这一个题目里面 有这个关键词吗 你不要再 mute自己了 预恒 有吗 这个题目 你看我的screen 这个题目里面 有你讲的那个 关键词吗 有一样 相同 预恒 预恒 有吗 在一个题目里面 预恒 你不要看书了 预恒 看我的screen 我的screen 这边有 刚才你讲的 那个关键词吗 在哪里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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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个 哪一个 哪一个字 不知道 来了 固定性变数 关键词在里面 有吗 我的题目里面 有 哪里 哪一个 哪一个 枯上大小 相同的 地砖 相同 OK 相同 这样我的固定性变数 是什么 乐谦 什么的 什么 乐谦 乐谦 知道吗 大小 相同的 地砖 这样我的固定性变数 是什么 要名词才来形容词 它的地板 知道吗 我知道 大师 来 没有关系 银云 都是面积不同的地板 我要固定性变数 固定性 固定性 我写出来固定了 上大小 相同的地砖 OK 所以你要把这一个字 把它换成变数 变数的方式 就是 地砖 的大小 YES 它的固定性变数 就是地砖的大小 写变数的时候 前面一定要是 名词 名词的形容词 OK 所以我看到这一个东西 是大小相同的地砖 这样就是地砖的大小 所以再讲话 这个字是到底十 十点半 OK 还有六分钟 所以这个有问题吗 固定性变数 没有问题 来操中心的时候 操中心的时候 Kaley 面积不同的地板 面积不同的地板 OK 面积不同的地板 所以我看到它的关键字是 同 对吗 这样我要怎样 把它换成我的变数 地板的 地板的 地板的才是 地板的 面积不同 大小 大小 地板 地板的面积不同 地板的面积 地板的面积就好了 不用讲不同的 关键词就是 给我们去找它的关键 所以我们不需要 把它写出来的 OK 地板的面积 这样反应性 反应性 反应性不是目的 反应性 反应性 变数 量之间的 关键 这个是我们的 关键 所以 从这个关键里面 我们将去找它的 反应性变数 是什么 关键 地板的面积 所以他给我这个 我就知道 哦这个是 超纵性 这个是反应性了 所以很多变数都是可以从题目那边得到的 所以这个地板的使用量就是我的反应性 OK 可以明白吗 紫轩可以吗 OK 乐谦可以吗 明白了没有 玉衡 陈玉衡 明白 ChloeOK 紫豪OK 银贤 可是这个书没有啊 这个书没有的 这是给你们的一个 C题 我就奇怪 为什么没有 OK 所以我们找到这个 变数了过后 我就可以做我的目的 和 我的关系 假设 所以目的是 来我要问看别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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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yden 我的目的是什么 老师你要首先教一个人啊 我教这两个他才回答着 地板的地砖的使用量 之间的关系 对 OK 谢谢你 所以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研究 这个地板的面积 与地砖的使用量之间的关系 然后我的关系呢 他有讲关系是用越越的对吗 越怎样 他就越怎样 所以这边谁可以给我关系的答案是什么 Marcus Marcus你可以给我他们的关系吗 是地板的面积越大 地砖的使用力越 使用量 使用量越多 是吗 我知道 好像是 对 OK 第一个我要写的是 这个超重性 第一个我一定要写超重性先 地板的面积越 如果你讲大的话 然后 都好 反应性就是我的地砖的使用量越多 你也是可以写地板的面积越小 地砖的使用量越少 这就是我的关系 或者是我的 或者是我的假设 OK 这边可以吗 可以 都明白吗 所以等一下我要你们写的课重重性是 这一个变数该怎么写 然后目的的 基础是什么 然后 关系的基础是什么 OK 今天我们选择这个三个 拜拜 可以哈 可以的话就先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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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老师 拜拜